今年财政部召开2019年上半年 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 统计显示 一至六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万7846亿元 同比增长3.4% 支出方面 一至六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万3538亿元 同比增长10.7% 今年上半年 财政收入中有几项特别值得关注 其中国内增值税 35570亿元 同比增长5.9% 比去年同期增幅回落10.7个百分点 企业所得税 25199亿元 同比增长5.3% 比去年同期增幅回落7.5个百分点 个人所得税 5639亿元 同比下降30.6% 企业所得主要受提高研发费用税前加击扣除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等减税政策影响 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30.6% 节能环保支出中的污染防治 自然生态保护支出 分别增长22.2% 33.5% 卫生健康支出中的公立医院 公共卫生支出 分别增长14% 11.3% 各级财政部门大力压减一半性支出 政典增加了对脱贫攻坚 山农 结构调整 科技创新 生态环保 以及社保 教育 卫生等 政典 民生政典领域的投入